外財竟在運通 晚安觀眾 歡迎收看大致先機 我是尉國慶 今天期貨開盤 直接跳空往下開了40點 各位 今天這種開盤的方式 有沒有讓你覺得很意外 有啊 我跟各位講 今天我說真的 全市場上 大概除了魏國慶 跟魏國慶的會員之外 所有的人今天被這種開盤 通通嚇一跳 是吧 今天開盤這樣開得很差說真的 一開往下開 將近跌了快40點 是吧 但是問題是昨天晚上 刀琼才小跌啊 NASA還漲了大概0.6% 漲滿多的耶 那今天為什麼會往下東 一開往下開個40點 對 為什麼會跌成 這樣開就算很低了對不對 所以我說各位 今天這種開盤的方式 一開往下對不對 一殺殺大概8590去 這種方式 讓很多的人也覺得很意外 今天台股是怎樣 哇 開低會不會繼續往下殺 是啊 今天這開中盤 你覺得很意外 但是各位問題就來了 如果今天開盤往下開啊 你覺得很意外的話 那我就問你啊 那我昨天的節目你看了沒有 昨天我節目你看了沒有 我跟各位講說真的啦 昨天 嗯 昨天很多的人啊 你還多擔留倉呢 是不是 那你到今天一開地以後 嚇得趕快出掉 你就賠掉 那問題是 為什麼今天會往 會開盤是往下開 而且會一開盤跌這麼深 各位 我說啦 真正有沒有實力賺錢 我說各位 那個真的騙不了人的 真正有沒有實力 能夠長長久久賺大錢 這種實力啊 真正我跟各位講 一步一腳印 路搖之馬力 今天盤為什麼跌下去 我先請問你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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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微信的強勢短波 你記不記得昨天那個盤 昨天盤還是跳空往上開喔 對吧 可是昨天跳空往上開之後 沒多久喔 微微信的箭頭 有沒有在8638 就開始翻空了 這才是重點喔 我說各位 我在講這各位 一個分析師 有沒有本事帶領會員長期賺錢 一套指標是不是真的好 長長久久能夠賺錢 我說各位 這東西一步一腳印 是嗎 昨天全市場上 很多人一看 昨天是跳空往上開對不對 而且昨天跳空往上開之後 一直到縮盤為止喔 那個盤其實沒有怎麼殺下去 基本上有沒有 大概就在平盤附近給你震盪了 但是問題就來了各位 當昨天那個盤 開盤跳空之後喔 微微信的對不對 破斷箭頭 馬上就在8638開始翻空耶 你說厲害不厲害 厲害不厲害 好 昨天一整天對不對 來回一震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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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收盤去了 但是各位問題就來了 就是因為昨天 微微現在講的是短波對不對 8638已經翻空了 所以這是為什麼今天一開盤 每股刀酒 那個納斯達還漲二十幾點耶 漲滿多的耶 但是為什麼一開盤 砰就跳下去開 我跟各位講 厲害不厲害 厲害不厲害 為什麼今天跳空往下開 是因為各位 因為以台紫棋的角度來講的話 昨天跳空開盤之後 根本有沒有 就已經形成了向下的轉折點 你聽得懂嗎 各位 所以我講啊 如果說我說真的各位 你自己啊 我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了 你昨天有沒有空單流倉就好 很多人都搖搖頭對不對 空單流倉 昨天盤看起來不錯啊 但是各位 一再以來 一再以來 對不對 這是從 這個是整個二月份 二月份從上禮拜四 開始進入近月份對不對 各位啊 你說厲不厲害 我現在我的節目 你看不只一兩天 8638翻空 所以今天 為什麼會跳空往下開的原因 在這個地方 我說各位啊 一套指標是不是真的好 絕對不是收了盤以後 在那裡放馬後炮 而是 在當下 在每一天 對不對 在那個轉折點上 當後面的行情 真正要轉要點的時候 各位這個指標 能不能在第一時間 馬上抓出來 這個地方 該做多或是該做空 所以各位 我剛才講對不對 各位 今天開盤 跳空往下開啊 我剛才不是講過了嗎 全市場上 大概只有衛國慶 跟衛生的會員 沒有覺得意外 因為昨天已經看到 我轉折向下 你說厲不厲害 不過當然啦各位 如果說到昨天為止 你都沒有看過我節目的話 你會問我說 真的還假的 你不要跟別人一樣 對不對 收了盤在那邊放馬後炮 你看 今天一疊 你看我昨天怎樣怎樣怎樣 你證據拿出來啊 你昨天真的電視上有講嗎 好 各位 如果昨天你沒有看過我節目的話 沒關係 倒不好放到VCR 當昨天全市場上 很多人還在看多的時候 但是昨天對不對 跳空開喔 看上去之後 箭頭8638有沒有翻空 現在我放到VCR 所以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談一下以後 沒有再殺下來喔 你看懂了喔 那各位一樣嘛 後來對不對 再來就是昨天禮拜一 跳空往下開之後 後面對不對 反而大陸是一路用力做多喔 所以昨天反而有沒有 急拉上去 到今天各位 今天一開盤呢 像是短波8638 翻一個往下的箭頭 箭頭往下翻 各位 今天為什麼後面一整天 為什麼都在往下往下做整理 你看到沒有 因為今天一整天的時間 又跟上個禮拜四 禮拜五一樣 大戶其實是往空的方向做 只是說各位 今天整個大戶做空的力道 對不對 沒有像上個禮拜四禮拜五 那麼用力了 昨天有沒有講得夠清楚 有沒有講得夠清楚 各位 所以我講 什麼叫做好東西 什麼叫做會賺錢的工具 對不對 昨天講得夠清楚了吧 箭頭向下 唯有其中一個獨一無二的對不對 獨一無二的箭頭 獨一無二的大戶指標 像一下 所以今天呢 蹦跳空往下開 嗯 你覺得奇怪嗎 現在看起來一點都不奇怪對不對 哎呀對呀 本來對不對 難怪會跌下去 你現在恍然大悟了 所以我講 各位啊 什麼叫做路遙之馬力 什麼對不對 什麼叫做一步一腳印 我跟各位講 各位啊 每天我打一個這個測標 叫做你只有比市場更早知道買賣點 你才是贏家 你以我這個標題隨便亂打一通 各位如果說維國性沒有 各位要對 如果維國性沒有能耐 能夠在市場上 在這種第一轉對點的時間 都能夠算出來這種東西的話 我為什麼會打這種標題 比市場更早知道買賣點 各位我說真的啦 你自己你做得到做不到 你做得到嗎 你跟著那些人做得到嗎 如果現在你在 你有在用什麼軟體的話 我說各位 你那些軟體做得到嗎 尤其這一陣對不對 哇那個盆石 就這樣一直這樣震盪震盪震盪 各位啊 不要說昨天 不要說昨天 我們把時間拉長 我們就看整個二月份 這上個禮拜四 就是二月份 進入今月份交易的第一天 對吧 當天一震盪 八六四 八六四馬上進入翻空 大戶做空 上個禮拜五開盤 前半場往下殺 大戶有沒有 是因為大戶繼續做空 所以上禮拜五的前半場 繼續往下殺 燒到禮拜五盤中 八五八六翻個多之後 大戶後面對不對 果然做空的力道開始減少 到禮拜一 甚至開盤開低以後對不對 大戶可反而反手用力做多 就拉上去了嗎 一直到了昨天開盤之後 再跳空上去 八六三八翻空 各位我請問您 我請問您 我一再講各位 箭頭對不對 搭著大戶指標 兩者有沒有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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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麼輕輕鬆鬆 簡簡單單 明明白白 什麼行情你會不知道 我請問你 什麼行情你會不知道 我說各位 真正真正實實在在 就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對不對 每個轉折點有沒有精確 這麼樣精確 就在第一時間馬上這樣抓住 而且各位重點是 當我在做多做空的時候對不對 箭頭向下 大戶坐哪一邊 各位 我抱空單各位 我心裡抱得實實在在 我心裡面抱得很安穩 我不會緊張 我有很多人做期貨對不對 不要說做錯你會緊張 連做對你都緊張 對不對 好不容易做多做空 賺到五點十點 哇緊張 哇對不對 我這個到底要不趕快跑 我不跑的話再 待會兒如果反過來怎麼辦 各位 為什麼過去以來你做期貨 你賺都賺一點點 你賠一大堆 就是因為 因為你心裡面你不穩定 我覺得對不對 你不要說你不會做錯你緊張了 你做對了你都緊張 你那麼一天到晚那麼緊張 你怎麼能夠安心下來 好的對不對 把每一波每一波 萬萬真真地把它抓住嘛 所以各位 嗯是不是 嗯我做空單之後 我心裡面 我的心裡面 為什麼可以 可以很安穩很實在 我看這個就知道 對吧 就算對不對 箭頭帆多喔 跳空往下開喔 為什麼我不緊張 我看到這個東西 我緊張什麼 對不對 果然大貨後面 確實是在往上做 那各位我抱多單 我也抱得心安理得 我不會緊張 對不對 昨天大貨 建築翻空以後大貨做空 我做空到我做得心安理得 心裡面實實在在 你單止抱得住 一波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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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賺得實實在在 不就是這個樣子嗎 你在起貨市場 你在股票市場 你不就在追求這個東西而已嗎 而且各位還沒完呢 當今天果然通過下去之後 你看 各位 今天一開盤 一開盤 我馬上發口訊給會員講什麼 昨天那個空單8590附近或是以下 先跑一部分吧 因為那時候建築沒翻多嗎 8590 今天這一點多少 8585對不對 往下穿5點 問題是各位 今天8點一開盤的時候 你有收到這麼高興的訊號嗎 嗯 你有收到這麼高興的訊號嗎 所以啊 我說各位 就是這個樣子而已啊 唉 我說各位 我的節目給你看不止一兩天 那各位對不對 一再一再的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說各位 這個做期貨做期貨 沒有想像中那麼難 因為各位 微微信對不對 我說真的 各位 如果市場上沒有比我更簡單 更清楚 更對不對 更實在的方法的話 那我說真的 那我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 我這樣講 我相信我沒有再替我自己垂牛吧 除非你手上有比我更好的方法 那請你告訴我 如果你的方法比我更簡單 更明確 更實在的話 那請你告訴我 各位 如果說你沒有的話 市場上沒有的話 那微微信就是最好喔 那我就是最好喔 那我就可以講這一句話囉 對不對 好 各位 還沒完喔 還有更有趣的東西 今天這個盤 各位 我說真的 今天的盤分兩段講 一開盤對不對 砰 殺下去 哇 我相信很多各位 你手上有多單的人 你今天開動盤 你絕對嚇一跳 甚至你會對不對 趕快把多單出掉 但是問題是啊 對 震盪一下 為什麼後面怎麼拉上去了 哇 怎麼拉上去了 好 各位 重點是 不是談這一波 而是說這一波談了之後對不對 哇 橫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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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盤了好久喔 一直對不對 盤了好久喔 但問題就來了 當這一波對不對 開地後反彈這一波 開始後面橫盤的時候 各位 我請問你 你認為後面那個盤要上去 還是這個地方會開始往下殺 各位 今天的關鍵是在這個地方 當橫盤之後對不對 後面到底要上去還是要下去 今天關鍵是在這個位置上 但重點就來啦 各位喔 不要說開盤直接跳空往下開 很多人對不對 已經看傻眼 那今天 這是 各位今天這個盤 這邊是第一次考驗你 這邊是第二次考驗你 到底你看得懂盤 還是看不懂盤對不對 那我請問你 那這邊橫盤之後 到底要上去還是要下去 你怎麼判斷 你用什麼方法去判斷 嗯 用什麼方法 對 又是維護金的大戶指標 好 重點就來了 各位 為什麼後面這個盤 之後還會急拉上去 為什麼 為什麼還會急拉上去 原因有沒有 在這個橫盤的過程當中 各位喔 在這個橫盤的過程當中 嘿嘿 你知道維護金大戶指標 沒多久 測出來什麼東西 大戶在做多 就是各位看 各位看到沒有 今天開盤之後 昨天一整天對不對 昨天一整天的時間 箭頭翻空以後 大戶對不對 測出來大戶的方向 是往空的方向在做 你看得懂嗎 但是今天呢 雖然是跳空往下開喔 可是各位你看到沒有 今天大戶沒有像昨天 甚至沒有像上個禮拜四禮拜五 沒有往空的方向 拼命去做空沒有喔 所以各位你看得懂嗎 這是為什麼今天對不對 雖然說是開低喔 可是後面的盤 就給你拉上去 尤其導播放到這邊來 今天第一段在盤的時候 就在這個地方盤的時候 在這裡盤的時候 在這裡盤的時候 那各位你往下看 導播來 我們對在下面看 各位你看到沒有 今天其實在那個橫盤的過程當中 各位你看到了嗎 大戶指標已經測了有沒有 大戶在往哪個方向做 在往多的方向做耶 所以各位對不對 我講到各位盤中在橫盤的時候 在這種橫盤的階段 你怎麼知道後面這個盤 要上去還是要下去 看這個就知道各位 就這麼簡簡單單 輕輕鬆鬆 明明白白 哇 大戶對不對 橫盤它還在做多 後面對不對 那一定上去嘛 所以後面這盤果然又衝一次 就是盤整盤整 盤到沒有 各位到尾盤 為什麼再急拉 大戶還在做多 各位你看懂了嗎 今天 導播我們稍微 那個不要被制擋到 各位你看到沒有 今天就算跳孔往下開 但是問題就是你看 今天大戶往哪個方向做 往哪個方向做 對 你現在看到 往多的方向再做 不像昨天 不像上個禮拜 反而有沒有像禮拜一 也是一樣各位 兩天一模一樣 禮拜一跳孔往下開 可是大戶再做多 所以這邊急拉一波 今天又是一樣 跳孔往下開 大戶再做多 給你再拉一波 所以各位你看 光是這四五天以來 對不對 兩次跳孔往下開 各位這次跳孔往下開 都會讓你很緊張 但是問題是往下開之後 大戶再做到哪一邊 往下開 大戶做到哪一邊 所以各位 為國慶跟我的會員 我們怎麼會搞錯方向呢 當你眼睛對不對 我說盤不用拆的了 你做啟動哪是用拆的 靠的是好方法 對不對 箭頭往上翻多還是翻空 大戶做到哪一邊 箭頭翻多大戶做到哪一邊 箭頭翻空大戶做到哪一邊 對不對 反過來講 跳孔往下開的時候 當天的盤 到底你該往上看還是往下看 開盤跳孔下去以後 當天的盤 你到底是往上看還是往下看 看這個就知道 看這個就知道 各位 禮拜一跳孔往下開 為什麼急拉 今天為什麼跳孔往下開 為什麼又急拉 各位 完全一模一樣的規則 完全一模一樣的規則 對不對 其他的時候為什麼往下殺 看這個 為什麼往下殺 看這個 什麼行情看不懂 各位 做機會有這麼難嗎 問題是你有為國性這樣子的方法嗎 我覺得這就是關鍵所在 而且各位 今天盤對不對 我說過了 為什麼下去之後會一直往上拉 兩個原因 第二 各位 因為強勢短波 昨天翻空做對不對 今天殺害來 一開盤 把空間先補了一部分 但重點是 後面因為對不對 大貨就是開始做多了 後來箭頭在8611 又開始翻多了 好啦 又來對不對 箭頭翻多8611 大貨又在做多 所以這是為什麼後面對不對 今天一上去補了那個缺口 各位 我跟你講 今天這個很多人 你會在這個地方 你跑去放空 為什麼 對不對 因為你認為跳空下來之後 對不對 反彈到這個地方 補了昨天的缺口 因為昨天大概做差不多 8620那個附近 我跟各位講 今天很多的人 到這種地方你會去放空 為什麼 我剛剛講過對不對 因為到這個地方來 剛好補掉 因為這是昨天收盤的位置 8621嘛 各位 所以彈這一波 彈到這邊來 你會以為把那個缺口補掉 所以你以為這個地方 會開始下殺 但是為什麼後面會一路拉上去 簡單 就是因為有沒有 因為箭頭反而在8611 再翻多 大貨咧 果然對不對 也在做得多 所以各位 這是為什麼後面 都會給你拉上去 原因在這個地方 而且各位你自己看 8611翻多 大貨做多 跟這個8586對不對 做多 後面大貨做多 為什麼會上去意思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各位 我再問你各位 你認為做期貨有難嗎 你要去判斷 未來的行情的方向 到底是上還是下 有難嗎 箭頭翻多 大貨坐哪一邊 箭頭翻空 大貨坐哪一邊 箭頭翻多 大貨坐哪一邊 箭頭翻空 大貨坐哪一邊 就這樣子 而且各位 不但如此 這是破斷 那今天當沖更厲害 今天對不對 跳空下去 各位 根本對不對 當沖馬上在8589 就直接開始翻多了 後面大貨 果然對不對 看到紅紅的就出來了吧 因為我把一天放大 比這邊看得更清楚 這就是今天一整天的時間 跳空下去以後對不對 今天是當沖一翻多之後 大貨果然後面對不對 這邊已經開始在做多 所以再上去啊 各位 8589當沖翻多 後面波段8611翻多 之後一直沖上去 到了8692 這是當沖 翻個空各位 對 這樣一沖 今天光是當沖指數 一晚上早了快40點耶 各位 今天當沖做這一筆 對不對 後來箭頭翻空 大貨沒做空 我說過 那就不要做了 把多能貨率了結掉 我就可以等了 今天我做一筆多單 我相信對不對 比誰都賺得多啊 不是嗎 當沖如此 波段對不對 更是厲害 昨天翻空 對不對 到今天開完就給你下 861翻多 又上去 各位 其貨是這樣做的 方法是 對 對啊 要判斷後面的掌劫 是靠這樣子的方法 今天如此 過去如此 明天開始 未來再長長久久 都是如此 我就長久這樣做 問題是你呢 你每天在猜什麼 你在想什麼 你在讀什麼 你在凹什麼單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那這個 今天在正常之後對不對 明天開始盤個怎麼看 下禮拜再說 人生的無價版圖 地標現身 國際級湖景觀點 榮耀登場 西齊第一豪宅 台北最大湖景 養大湖 26957778 2014銀金馬 偉士先機操盤系統 電腦板加手機板 旗鼓雙重大回饋 降低門檻 震撼258 那個就播 永城國際入匯專線 02 2561-3336 2561-3336 2561-3336 2014銀金馬 偉士先機操盤系統 電腦板加手機板 旗鼓雙重大回饋 降低門檻 震撼258 那個就播 永城國際入匯專線 02 2561-3336 2561-3336 2014銀金馬 偉士先機操盤系統 電腦板加手機板 旗鼓雙重大回饋 降低門檻 震撼258 那個就播 永城國際入匯專線 02 2561-3336 2561-3336 燉人生機 燉人生機 其實一點都不麻煩 因為我有秘密武器 金森高麗人生精華液 18種豐富人生燥乾精華 人生料理我全靠它 養生之道 只有金森之道 頭痛 請用玉芬珠 金森高麗人生精華液 養生之道 只有金森之道 吹起疼 對啊 相用起疼 過分珠 哈囉各位 來回正常之後 明天開始盤的怎麼看 來簡單了 從1月份以來 我相信對不對 大家做期貨的人就說 做得好辛苦 各位 因為1月份整個盤對不對 哇 盤出一個收斂型 又來對不對 又是个收链的骑形 这样子的盘整 而且各位这几天对不对 已经逐渐越是盘整越是盘整 越是进到这个收链形的尾端 那各位不要说盘载 因为进入收链形尾端 所以各位这个盘马上要开始变盘 什么叫变盘 整理之后对各位 再来之后就是走坡端 不是吗 每一次对不对 整理之后突破或是跌破 那就出现坡端 所以各位 你不要以为这个地方盘载 正式准备替下一坡 就说大坡端在做准备咯 各位不要观望 我想各位做期货做期货 每一天你都要操作 因为他说你一旦开始观望的话 你不晓得观望几天 都突然一变的时候 你根本来不及反应 但问题是各位 就算这盘对不对 目前还在这个收链阶段 来回正当 我知道各位震荡没有关系嘛 来回正当更是考验你 期货会不会操作了 对不对 我们讲说做坡端做流仓 那各位这是从2月份以来 你看厉不厉害 每一笔每一笔这样操作 而且各位不单对不对 电脑上如此啊 手机上也是一样对不对 各位每一笔箭头 除了电脑之外 我也把它放在手机上面呢 要不然我们稍微看一下 因为这对不对各位 这就是上个礼拜我8586那一笔 然后到了昨天8638 这到今天8611嘛 各位对不对 盘中有时间盯着盘看 我就盯着电脑看 如果盘中我没有时间盯着电脑看 对不对 譬如说我白天我还要工作 我还要 譬如我出外去买东西 反正要是我不能盯着盘看的话 我带着手机就可以啊 反正对不对 箭头一来的时候 叮叮叮一声 马上拿来就看看 什么地方该做多 该做空该做多 那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电脑也好手机也好 随时随地掌握每一个投资的机会 而且各位 除了破坏对不对 当冲也是一样 而且今天当冲 当今天盘跳下去的话 各位放到这边来 今天当冲翻得更快 今天当冲8589 马上镜头翻多 而且对不对 大货之后也是一样 开始做多 所以一笔就上去了 所以各位 做当冲对不对 箭头跟大货指标同向 我就这样 把当天最好一笔就抓住 波段更是一样了 对不对 箭头之后 大货坐哪一边各位 清清楚楚明白 OK 今天到此 谢谢各位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平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二代健保 一百零二年 一月一日 正式上路咯 二代健保改革重点有 新增六项补充保险费 加强关怀弱势 提升就医品质 公开保险病床查询 增加医疗资讯透明度 建立财务收支联动机制 保费收入与医疗支出要平衡 二代健保全民更好 2014 迎金马 尾市先机操盘系统 电脑板加手机板 旗鼓双重大回馈 降低门槛 震撼258 另一个就播永城国际 入会专线 零二 2561-3336 2561-3336 2014 迎金马 尾市先机操盘系统 电脑板加手机板 旗鼓双重大回馈 降低门槛 震撼258 另一个就播永城国际 入会专线 零二 2561-3336 2561-3336 2014 迎金马 尾市先机操盘系统 电脑板加手机板 旗鼓双重大回馈 降低门槛 震撼258 另一个就播永城国际 入会专线 零二 2561-3336 2561-333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